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是Desmond 郑威耀 我是丽婷 那配合今天这个三八妇女节的到来 《活力加油站》也会在明天举办一个工作坊 来跟大家分享如何提升自己的魅力 不管是从美容方面 健康方面 营养方面 甚至是命理方面都能够给大家一一提点的 那那个日期就是明天3月9号 早上10点到下午的4点钟 地点就在雪狼州PJ的这个 Bernley Auditorium 对 那到时候明天我们将会有三位主持人 那包括我 还有丽婷以及维兵会和大家 我是丽婷 是文兵 我们的情文兵 那么近距离和大家接触的 那么请到八度空间的这个官方的脸书报名了 那可以到这个www.facebook.com slash八度空间slash 然后如果你获选的话 我们将会有专人打电话给你的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没有到呢 因为明天有另外的拍摄工作室 好遗憾 没有办法参与 但是你学起来 顺便回来再教我 好的 是的 那么现在我们立刻来看一下 从今天开始直到下个星期 到底哪一天是几日呢 立刻来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何喜琼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个星期 哪一天是凶日 哪一天是几日 3月8日 星期五是龙的日 那一天是除日 所以只是适合寄生 嫁取 搬迁 冻土和栽种 那么那一天是不适合行上的 那么即时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 那一天是冲狗的 3月11日 星期一 是羊的日子 那天是定日 适合寄生 祈福 会友 出航 单圈 开市和栋土 那天是很好的一个日子 即时是早上的十一点到一点 然后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 那天是冲牛的 3月13号 星期三 那天是破日 破日我们平时是不用它来做吉祥的东西 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话 可以在早上的十一点到一点 然后是一点到三点 那么那一天是冲突的 3月14日 星期四是狗日 那天是围日 但是可以适合寄生 利润 交易 嫁取 安床和冻土 但是不适合栽种 即时是早上的十一点到一点和下午的一点到三点 那么那天是狗日 所以是冲龙的 龙的朋友就不要用了 好的 谢谢老师 那这个时候要跟大家来分享每日俗语了 今天要分享的字 这句成语叫做陈饭 图羹 那我们照字面的意义来解释的话 是陈土当成饭 泥土当成羹汤吗 不是 它其实是出自宋朝的这个韩非子的外出所说 左上 它的整句话的意思是指不要空谈 要务实一点 那原文是这样子的 据说在这个当时 有一个这个作者在描述小朋友在玩耍的时候 会玩家家酒 对不对 他们就会把这个陈土当成是饭 然后这个羹汤 这图当成是这个汤料 然后木头就把它切成一块块 当成是肉 这样来玩家家酒的 不过这些小朋友其实很聪明 到了晚上的时候 肚子饿了 他们不会弄错 不会把这些玩家家酒的这些道具拿来吃 他们会回家去吃饭 所以当我们说一个人陈饭图羹的时候 是用来比喻我们做事情就是不切实际 比方说 我们可以这样形容的 在诸侯纷争的一个乱世当中 你就不要 你这个一国之君 就不要讲什么仁义道德了 有时候你要就是 手段要很辣一点 要以法家的精神去治国 因为仁义在这个时候就像陈饭图羹一样 是不切实际的 以至于你看像韩 赵 魏国那样 使得国家越发地虚弱 衰弱 甚至是衰亡的 这就是他们就把这个理想当成了现实 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陈饭图羹的这句成语了 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卢慧 卢慧很多人都知道 它有这个消炎的功效 甚至是有美容的功效 但是要怎么用才不会用错呢 一起来看看 不少人家中都有种卢慧 除了以栽种 而且可以美观家居 它也能用于料理和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且让人趋之若鹜 但并非所有的卢慧品种都能用于外敷内用 因为有些品种带有一定的毒性 在美容方面 卢慧也是众所周知的 千然美容护肤品 能够补水 除粉刺 去痘 缓解疼痛 搔痒等 功效多不胜熟 但对卢慧过敏者而言 直接把卢慧敷在脸上 就会皮肤搔痒 严重者还可能发生灼伤感 该如何使用这令人又爱又恨的卢慧呢 今天就随着活力加油站一起学习吧 是的 因为卢慧这种植物 老实说其实它功效非常的多 除了你可以看到 在每一家的院子里面有种植物之外 很美观 我家以前也有 对 那它其实还有药用 还可以外敷等等的 是 今天我们好好请教一下 我们的综艺师 陆文综艺师 你好 欢迎您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是 很开心今天在三八妇女节 跟大家见面 是 因为三八妇女节 我们今天就要教大家来 把自己保养一下 是 但是老师我们看到 其实卢慧好像有很多不同的品种 是 是的 怎么去认识它们呢 好的 那基本上我们都知道 世界上的卢慧呢 大概都有五百多种不一样的品种 其中真正能够使用在美容跟医学方面 或者是等等能够利用方面的呢 只有六种 对 好 就是说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这么多种其实只有六种可以而已 是 它有一些安全的考量 对 那么我们这些安全使用的品种 有哪一种品种 好 在安全使用的品种上面有六种 其中一种叫做造质 造质芦荟 造质芦荟呢 它是多用于 它是盆栽的培植 然后它其实因为它的药用功能 还有它的胶脂是不如其他的芦荟的 所以在这样子的话 造质芦荟是比较少用 那再来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见到的 一个芦荟是叫美国芦荟 是 对 等一下 这个造质芦荟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老师 它其实的原产地就是来自非洲 是非洲 对 那么是多用于观赏还有这个 所做景观用途的 对 景观用途的 对 那其实它还有这个去豆的功效 看到吗 就是比较矮小的那种 是 它比较矮小 因为它由于它的那个汁不够肥厚 对 所以可能它在应用方面 没有其他的芦荟来得那么的广泛 明白 但是有一些药用价值是吗 它有 它当然有 这六种都有它的药用跟美容的价值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刚刚老师有提到另外一个 来自美国的也是 对 它叫做普拉索 普拉索芦荟 也就是我们常见的美国芦荟 是 就是我们一般院子里会种的 多数是这种芦荟吗 还有另外一种 可是这个是原产地是在美国 美洲 对 它比较肥 它比较肥 比较大 然后它是旋转式的 什么螺旋状 螺旋状的排列 然后它每一个的叶子 都非常地肥厚 对 所以因为 因为它肥厚的关系 所以它富含各种胶质 它的有效成分也非常地多 胶质的那个用途是干吗 胶质的用途就是 它可以提炼出 有效的美容跟医学的成分 这样子好像最厉害 最肥 最多质 你看到吗 就是因为它比较肥胖一点 所以它比较多那个 螺旋状是它生长的时候 不断地往上扒上去 对 像贝壳一样 螺旋向上 其实我不大会粉 长得看起来好像一样这样 不会 不会 长智慈 因为第一种比较胖 比较深色一点 这个又比较淡一点 是的 女人真的不一样 对这些东西 你还研究 除了这个 第三种 老师我听说过一个叫 中国芦荟 是吗 对 Made in China 是吗 Made in China Important 它又叫做中华芦荟 是 其实中华芦荟呢 虽然叫中华芦荟 它其实也是库拉索 美国芦荟的一种变种 这样为什么它叫中华芦荟 它的筋是美国的 是 因为它在中国被广泛的一个种植 对 所以就称为中华芦荟 是有ABC 感觉 其实来自美国的 它的特点是 它的一个特点是 它背后是有白色的斑点 对 刚才的美国芦荟的斑点 是没有的 比较翠绿 而且我刚才看到 就这个 其实更漂亮 这个 对 更像景观用途的 我们中华民族就是漂亮的 民族自豪感很强 是 老师这个可以生吃 然后可以做沙拉 是吗 是的 它的最上面的这个嫩叶 我们可以摘取 经过处理之后呢 是可以作为沙拉使用的 它很像小莲花 是 它非常地漂亮 尤其这个好像比较少见一点 在我们中华的 这个比较少见 对 比较少见 因为一般我们在用的 都是用美国芦荟跟小木芦荟 对 对 对 小芦荟 还有一个叫上农大业芦荟的老师 上农大业芦荟 同样也是美国芦荟的变种 对 那它的药用价值比较高 是 对 药用价值比较高 然后这个比较厉害 可以抗癌 解毒 清热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功效 里边是跟其他的芦荟 它里边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芦荟等一下我会介绍 它有很多种不同的成分 那这些芦荟就是因为它不同的成分 造成了每个芦荟它的一个功效的不同 明白了 是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种芦荟 叫木栗芦荟 是 原产地是东南非洲 对 那它应该是当时被引进来 我们中国还有我们的一些 东南亚的地区 我们华人区是最喜欢用 这样子的一个芦荟 就老师讲 就是刚才老师提到小木芦荟 对 就是小木芦荟 我们常用的 明天常用的 我们在草药店找到的这种芦荟 通常也叫做小木芦荟 就是这种 明白了 对 那么还有这个开普芦荟 对 开普芦荟 通常我们会在植物园里面找到 就是它会有一个很大叶 非常漂亮 然后它的花也是很美的 对 就是这种 好像这么多芦荟当中 就这个开花好像花特别多 对 它的花特别多 好像这个只会开花吧 鸡汤我都没有开花 我有看过普通芦荟的花 对 可是在世界传统要点 譬如说在埃及 或者在其他的比较古老的国家 反而是这种芦荟 是最早应用的芦荟 是的 是的 看起来有关的芦荟 它都是来自美国、南非、非洲 等等这些地方 是 是 它是属于仙人掌的一种吗 是的 像这种肥肉多汁的这种东西 都是仙人掌科的 对 仙人掌科的植物 然后它经由这些商旅 这些航海慢慢地引进到我们中国 对 我们华人地区应用这种药材 其实是在航海发达以后的这个时代的时候 才有用的 我知道为什么那个Made in China的会用了 因为政府好像 下西洋 是 去那边 然后在那边带回来的 是的 然后我们一个人来就是了解一下 有关这个芦荟 其实它的这个药用的功效是怎样的呢 好 因为芦荟它含有多种的微量元素 同时它含有一些蛋白质 有一些多糖 还有它本身的芦荟素 芦荟丁还有芦荟大黄素等等 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药用功效的 是的 比如说刚才讲的什么清热效果 对 养盐排毒 还可以防溃疡 那个是指外敷还是内容 对 芦荟如果是有这样子的功效 通常是外敷 那在外敷的时候 它对皮肤的那个感觉是非常的好的 是 平平凉凉的 对 而且它因为有晒伤 或者是有皮肤的一些衡养 这是因为它有皮肤的修复的功能 所以一般上它用于外敷的效果 是比很多的这种草药来得更好 对 老师看起来它有九种这么多的这个功效 是 一般上它就是拿来就是怎么说 要处理过 用还是直接我这样切割就可以了 今天的重点也就是这个 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区 就是为什么芦荟不可以直接用在皮肤上 因为芦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叫芦荟大黄素 它的量如果超过的话 它就会造成皮肤的敏感 如果是食用方面的话 它会造成消化道的一个过敏 甚至中毒的现象 对 无所谓这个呢 等一下我们会很详细地跟大家讨论的 首先我们也来看一下 因为那个芦荟好像很好这样吗 有没有说一些人是不可以用的 我先说可以用的 那可以用的人呢 因为它的芦荟大黄素 所以它可以清干降火 所以那一些干火旺的人 或者是便秘的人 当然它就是非常好用的 老师 那个小儿肝肌患者 那个是指长不大的小孩 是的 小儿肝肌患者就是指 广东话叫食育都不肥 就是那种消化不良 我很想做这样的人 我小时候应该就用了嘛 芦荟 那我应该会长高一点 因为芦荟大黄素 它如果应用量是对的时候 其实它可以通便 可以通你的消化 所以对这些 吸收营养就特别好 是的 小儿肝肝患者就特别适合这样方面 我是那种不吃都肥啊 没有 那你要用别的 对 不在奴会这个行业 像那个不适合的人 不适合的人 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孕妇 因为里面的大黄素的关系 大黄在中药里面又叫做 它的别称叫做将军 它的最主要功能是卸下 也就是说它卸下的功能是超强 所以如果有怀孕的妇女 用到这一款药的时候 可能连胚胎或者是胎儿 都有可能下来 是 老师这么说的话 就是说它服用或者是外服 也最好不要是吧 外服的这个卢慧 一定要经过处理过 才可以使用的 不管是不是孕妇 对 因为如果大黄素过敏 或者是对卢慧素过敏的话 所造成的那个伤害 可能比你医疗它本身的效果 还要更严重 那么今期妇女 为什么也不可以 乌乳的女性也不行 是的 因为如果你使用 卢慧的话 俯乳的女性呢 你吃进去 或者是用的时候 身体的血液里面含有这种东西 大黄素 对 那如果是大黄素呢 随着你的乳汁 抬到那个 对小朋友 小朋友会严重腹泻 明白 所以其实它是有一个安全标准 刚刚老师说那个适量是多少的量 适量的标准呢 一般上我们的剂量不要超过9克 可是呢 因为卢慧所含的这些各种成分 对 大都是不太相同 所以它的剂量的话 是从9到15克不等 可是如果是小孩的话 那更应该要把它剪拌 对 老师 一片的卢慧叶 像我们桌上这样的 长长的一片会有9克那么多吗 有的 你只要适当地处理 切掉你的头尾 然后把旁边的那个地方去除掉 真正果肉的部分 其实不能超过9克 对 但一片就够了 是 然后中毒的这个剂量 就是超过9克了 直到15克就有机会了 使用后8到12个小时 就会出现这个中毒的成分 是的 这个中毒现象 可以从很轻微到非常地严重 观察得到吗 肉眼 观察得到 你不用观察你就知道 因为它会一直上厕所 会泄 会泄泄 对 严重的腹泄 呕吐 会痛 然后肠炎 这个比较严重 出血性的胃炎 血便 刚才讲的孕妇 可能会导致流产 长期食用 不自觉地一直食用的话 肠道就会发炎 对 这种结肠炎 如果长期的话 会导致大肠癌 对 老师 我想问我们如何去 就是怎么说 检查有关的这些芦荟 到底有没有变质呢 好 首先我们要从选择芦荟方面 在选择芦荟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采取一个新鲜 而且它的叶大而肥厚 不要找变色或者是太过浓稠 太过干的那个芦荟 来作为一个我们食用 或者是我们应用的一个 芦荟的一个选择 是 然后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里头 让它保质期更长一些 是的 在切掉以后 我们要用保鲜膜 把它封住它的切口 然后在冰箱里面 应该是可以存放一周左右 这样也不错 只有一周而已 可是观众朋友们要记得了 不要放太久 什么食物都不行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还是有我们的这个路医师 我们就是讨论有关这个芦荟的 谢谢 那这个芦荟 我们知道它要用价值多 但不止如此 连美容的功效也很多 是的 对了 那么其实呢 可能很多人都会发现到 芦荟我们一直在用 可是没有人真正地去了解 到底芦荟当中里面的这个成分 有多少 然后它的益处有多少呢 是的 可能我们要请教一下老师 OK 芦荟它有好多种的 一些有效的成分 可是我现在列出几种比较常常见 而且比较有效的 好 首先芦荟最好的成分 就是我们讲是美白保湿 是 美白保湿呢 多数是由于芦荟里面 含有的氨基酸跟多糖成分 对 对 这是第一个 是 后来 第二个东西 我们如果脸上常常有一些发炎 或是痘痘的话 因为它有抗炎成分 那个就是芦荟丁 对 芦荟丁 芦荟丁啊 对 大黄素也有美人效果 这个就是不好的是不是 没有 芦荟大黄素小的是很好 你过量的话就会造成不好 对 那好处是什么 芦荟大黄素有一个好处 是可以调节你的皮脂腺 你不会这么容易 有油力 对 可能给我们看一看刚才的那个画面 好不好 我们立刻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是 它的成分有哪些 对 那比如说刚刚 对 芦荟大黄素 比如说我们这里是大黄素讲的 对 那么我们立刻来看一下 然后芦荟素 对 芦荟素它是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防晒的一个功能 它会在你的表皮上形成一层皮脂 然后它可以就是过滤到一部分的紫外线 天然屏障 对 还有就是天然的维生素 以及刚才讲的其他的矿物质等等 是的 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还可以美白 对不对 美白是由于芦荟里面的多糖成分 应该防晒一定会 因为它的水分好像很高 是 可是防晒 它怎样可以防晒 它会在你皮肤上会形成一层墨 对 它可以过滤到紫外线 芦荟素 是的 还有它调节那个皮脂 皮脂的话就是芦荟大黄素 就是剪掉那些脂肪 油粒 油粒 它就是控油 真的可以剪掉脂肪没有 你别想了 因为我一直要想瘦身 那老师 今天我们看到市面上 就因此而有很多芦荟的产品 是的 面膜等等 那我们怎么去知道说要如何挑选呢 像有观众就提问了 手机尾号2511的观众朋友就说 芦荟能不能 因为它有保湿功能 能不能就因此来代替保湿的产品呢 这个是不建议的 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是 怎么样去选择芦荟的一个产品呢 那有效成分是它的关键 就是有效成分必须要在70%以上 对 才能达到有效的一个 一个美白还有就是润肤的一个效果 70%以上 对 70% 然后它的质地也要有一定的讲究对不对 对 它的产地还有它的选用的一个芦荟的品种 还有一个制造的厂商提炼的方法 这在在的都是会影响到芦荟膏的一个品质的一个选择 是 那么比如说我们要使用的话 一般上我们就一罐嘛 对不对 是 应该如何去使用它才是正确的 老师 正确 我会建议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把芦荟膠放在冰箱里面 冷冷的用 其实它的效果会非常的不错 需不需要先做一些小敏感的测试 您是说外用的还是自做的 是自己外面买回来的还是自己做的 外面买回来的时候 OK 无论任何的保养品或化妆品 真的是非常建议的话 就是您在使用之前做一定的皮饰跟测试 如果在你的皮肤上 如果先涂一个小个部分 如果经过15分钟或者是半个小时的时候 它没有红肿热痛的过敏现象的话 其实上它就可以是适合你的皮肤了 那老师 刚才那位观众说 代替就是一般的保湿产品 自己加重的芦荟 会自己拿来用做保湿的用品 可以吗 其实 如果你真的是经过适当的处理 是可以的 这适当的处理 等一下请老师来示范一下 对 那么我想问一下 那么一般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容易过敏的人 真的如果我对这个芦荟过敏的话 它真的就我擦了 整个脸红红了 应该怎么办 好 那最快速又最天然的一个解救方法呢 就是我们用桃米水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有那个芦荟过敏的时候 或者是其他东西过敏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桃米水来做一个处理 因为桃米水 尤其是你是配亚米的一个桃米的水的时候 是的 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还有一些蛋白质 尤其是维他命B原 维他命B原可以有效地修补你的皮肤 跟缓解过敏的现象 对 怎么做呢 老师 就把那个米放入一千毫升的水中 对 你拿去 不用洗它吗 你洗了以后 通常是选择是第二次的 第二次的洗米水 你把它洗完以后 放盐 倒出来 然后再放入盐 然后稍微如果煮沸以后呢 等它凉了以后 你就可以用在你的过敏的皮肤上 对 好经济 对 很方便的 老师 我想问一下那个米 就是什么米都可以吗 因为有些人可能他是用白米的 他用藜麦可能 是 我会建议是带有胚芽的米 因为一般的白米呢 它的胚芽都已经是去掉的 对 糙米 对 糙米的话 它是因为含有它的胚芽 而且胚芽里面还有丰富的维他命B原 就是这个B原 它才可以缓解过敏的现象 对 那么如果就是没有过敏的话 我怎样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因为我不懂其实要用了 其实你可以参着其他的一些 保养品一起用 可以的 如果你是单用的话 如果你是二十岁左右 我就会建议你单用 我们都已经过了那年龄好久了 对 所以可以加入这个碗霜 或者隔离霜也可以的 可是就是要最好先查这个爽肤水 再使用这个卤灰胶 直接用碗灰再用卤灰胶 是 老师我们自己观众也有一个问题 他想问的就是 我们的这个尾号是2511 卤灰或者是这个卤灰胶 能搭配加用RF美容仪器的这个凝胶使用没有 这个很深的 他应该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他是美容师 搞不好 如果你是特殊的仪器 美容的仪器 因为它可能要导入你 特殊的一个成分 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不适宜加入 对 如果您是家用的话 或者是您是普通的那个导入仪的话 其实可以加入适量的 原因是在于 因为如果是医疗用的那个美容的导入器 它是要导入你一些特别的一些成分 所以如果你家用那个卤灰胶的话 可能你要的那个特殊成分 可能它的浓度就不够 达不到它要的那个效果 因为可能它是那个润滑剂 它就因为超级烧什么用那种 它就硬硬 可是因为卤灰胶它会干 所以它就不适合 对 它会干 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的现象出现 这个可能就是不能随便乱用 一般上也有很多人就乱乱服用 有很多误区在服用 所以您 在使用这个卤灰 在使用卤灰的时候您的问题是 就是有什么误区吗 就是说 我们要注意的 对 因为有一些人就说 好像我们男神 我们很懒惰用很多不同的这个 保护品 想要一瓶打天下 对 然后所以一般上我们只用一个的 是 那么这个是应该吗 我想说的就是 如果您是20岁以下的肌肤 卤灰胶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选择的一个东西 可是当我们过了25岁以后 我们的皮肤开始老化 那我们的胶原蛋白 还有我们的那一些纤维蛋白 其实都已经是流失了 光靠一瓶卤灰胶打天下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当做 这个超级膜 对 有看人敷厚厚一层 是的 如果你是在晚上敷超级膜的话 用卤灰胶 因为卤灰胶它本身呢 它会比较厚重 然后它会阻隔你皮肤的呼吸 其实是不建议 对你晚上涂厚厚的一层 卤灰胶睡觉的 它也无法呼吸 还有刚刚老师 你有说到可以防晒吗 是的 所以我当户外防晒的 如果是在室内的防晒 卤灰胶它的功效是够的 因为它的卤灰素 会形成一层薄薄的一个保护膜 去隔离那个紫外线 可是如果是室外的话 你的SPF如果没有超过35以上 其实是没有办法有效隔离 现在这么强的紫外线 明白 那我们能直接把卤灰 就是敷在脸上吗 从前面开始问到现在老大 你快点答 如果是生卤 先给你答他 对 如果是生卤灰是绝对不可以的 所有的卤灰必须要经过 适当的处理 它才可以 因为主要当中有那个大黄素 对不对 对 这个大黄素会造成你的 严重肌肤过敏 对 那其实老师 我们女生最在乎的就是 如果怀孕过后有那个妊娠门 我可以用卤灰来滋养它吗 不够 不够 因为卤灰它本身呢 它是就是补充水分 保湿美白为主 妊娠门呢 它是里面里面的胶原蛋白 跟它的纤维蛋白 它的流失 所以如果我们要治疗妊娠门的话呢 我们是要等它自然修复 或者是你可以适当地涂抹 橄榄油或者是绵羊油 都是可以的 那个更有效 那个更有效 那么它可以直接吃吗 就好像甘蔗啊 其他的这些水果这样 芦荟是不可以直接吃的 不可以 一定要经过处理 对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 是 好 那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呢 就请老师直接来跟我们分享 怎么样去处理芦荟 让它可以直接使用在我们身上 好 谢谢 具有美容功效的植物 橄榄树 从橄榄提出的橄榄油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其中维生素一的含量 高于其他绿色植物 既可以滋润干性肌肤 又能抑制油性皮肤的皮质分泌 并且适用于各种皮肤状态的调节 阳光强烈时 涂上含有橄榄油精华的防晒产品 可以较长时间保持肌肤的水分 使肌肤在有效防晒的同时 不会太过干燥 不仅如此 从橄榄叶中提取的活性复合成分 富含抗氧化剂 对平滑肌肤细纹 抗衰老有着很好的效果 啤酒花 啤酒花学名蛇马子 具有清热散淤 消炎镇定的功效 将啤酒花做护肤品并不常见 但其实早有研究表示 啤酒花提取物有明显的抗氧化活性 并且有很强的抗氧能力 啤酒花被用于护肤品中 可起到柔软肌肤 镇静 滋润 抗氧化 消炎等作用 并且对于紫外线 臭氧 烟雾粉尘 造成的皮肤损伤 有明显的修复效果 特别适合上班族 压力较大的女性用于保养肌肤 同时啤酒花萃取物的酵素成分 有明显的换肤作用 可以让其他成分更好地被皮肤吸收 羊柑橘具具有美容功效 是镇静肌肤以及舒缓敏感 尤其是敏感性肌肤 在晒太阳后 皮肤容易发红干燥 将羊柑橘花水当作爽肤水使用 能很好的舒缓肌肤 起到减敏作用 将羊柑橘精油加入保养品中 除了可以改善敏感和脆弱皮肤 还能平衡油脂分泌 以及增加皮肤自身的保湿性 除此之外 把羊柑橘涂抹在脸上后 用毛巾按敷脸 可以舒缓和瘦炼肌肤 改善干燥皮肤和湿疹皮肤 欢迎收看火力加油站 那么刚刚我们一直提到 芦荟要经过处理 才可以使用或者使用的 那么到底要如何去处理呢 我们立刻来问一下老师 这个新鲜的芦荟 对 这个新鲜的芦荟 要选吗 对 当然要选 我刚刚有说过 不要选底部的 不要选最底部的 我们选底部往上面一些 这些看起来很健康 很肥厚的芦荟 我本身是喜欢这两个 因为这两个应该是肥厚多汁的 对 要选小鲜肉就对了 老师 为什么不要选太底部 不是底部最有营养 是的 因为底部的这些芦荟 它已经是偏老了 偏老了 它的芦荟大黄素 其实会很高 而且它的那些粘液 胶质其实是会流失的 对 所以我们选择就是 以它以上的 这些稍微好一些 又肥厚的 是的 对 又成熟的 对 我要直接切吗 老师 对 直接切下来 OK 好 对 直接切下来 我可以切了吗 可以 好 切的时候有要注意怎么样 你不要切是这样拔 没有 不能用拔 用切的 由根部这样切下来就好了 对 OK 好 切两根 然后切了之后 老师有要洗它的皮 还是什么要刷 是的 对 您可以看一下 可能我们给观众看一看 你看你切了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里边 你看它其实有很多汁的 有没有 是 很Q 就是什么 不含胶原蛋白 其实是胶原蛋白吗 还是什么 没有啦 开玩笑了 我可以摸一下吗 可以 你不要挡着自己 它有很深的 对 你看 是 对 这是胶质 可是您仔细 不要 不要放在 不可以 对 因为您看 仔细看的话 它会有黄色的一个支流出来 对 可能有黄色 黄色的 这个就是大黄色 这是 我中毒了 不会毒啦 你会痒 OK 对 你的皮肤等一下会痒 快把妈妈掉了 这个就是要经过处理 对 这一定要经过处理 意思 首先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把新鲜的这个 这个叶子 我们要用清水洗过 好的 清水洗过 然后就要去头去尾 好 所以去头去尾 我在这里先做一下 好 清水洗的时候 是把那个黄黄色 大黄色也洗掉 对 好 老师可以切了 可以 好 我现在就把它头尾把它去掉 是的 对 这个算头了 对 然后这是它的尾 把它去掉 老师 切好多 是 没有 因为 对 还好的 还好好的 对 老师 这个会不会像我们切黄瓜 这样那个头和尾 要抹两下 给它那些东西出来 没有的 不用的 你只要把头尾去掉就可以 然后再用清水冲 冲 对 清水冲 大概就是在清水下面冲 一分钟左右 对 泡 浸泡吗 等一下才浸泡 是 对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拿到之后 就要把它的旁边这个锐利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尖尖的相机一样 对 它尖尖掌这边 好像仙人掌一样 很刺的这个地方 这一定要处理掉 就直接削掉整条吗 它有一个技巧的 来 示范一下 清老师 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沿着上端 这样沿着这直切下来 手不要震 直接就可以削掉了的 老师 这个刀工好像不错 谢谢 往另外一边 OK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两边 没有大黄树的吗 有 都有 也是有的 对 所以等一下还有第二步的 清洗的一个计划 那我们切一条好了 示范一下 对 我们切一条 OK 好的 OK 那上下的皮还要去除吗 上下的皮一定要去除掉 所以怎么弄 对 我们就从上面 就从叶圆 这样切到下面去 其实你切习惯了 其实很方便 它里头的这个肉汁 好多 对 肉汁非常多 而且会非常漂亮 对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这是切好的 我看了很多胶脂 老师 这个真的是年轻多肉的 鲜嫩的味道 然后上下两边的去除 因为时间关系 我可能就只切一边 明白 可以直接用汤圈挖吗 这样你就烂完了 你的肉 对 你就烂完了 好 好 如果这样之后呢 其实老师 老师说要泡水 那半天我们就再冲洗 然后泡水 对 当您切好了以后 这些是已经切好的 好 我们给你镜头看一下 然后等一下 切好了之后泡到水中 大概要泡多久 十分钟 十分钟 对 然后你浸泡一个小时之后 你再换水 需要什么温水不温水的吗 一定要用冰水会好一些 冰水会好一些 不会破坏它里头的 对 是不会的 对 所以你泡水的时候 它的大黄素就会逐渐 对 所以如果您担心 您可以换水两到三次 OK 两到三次 然后呢 要再怎么处理才能使用呢 需要什么 对 你浸泡过后之后呢 完了以后 就是冰水浸泡过后之后呢 你可以把它切成丁 就切成丁块了 对 切成小丁 然后这些东西 你在用冰水浸泡以后 或者是如果您担心 你可以用热水穿烫 像团青菜那样 你去烫一下 烫一下 把它这剩下的一些东西 过滤掉 然后毒素能够去除掉 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吗 老师刚刚切出来 就好像我们的 拿大皮骨头这样有没有 对 就切成这样的丁块骨头 对 那老师 这代表我们处理完了吗 可以用或吃了是吧 对 这个时候呢 它是最基本的一个 可以使用的一个 芦荟的一个生肉的一个部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能要 看你要把它制成芦荟胶呢 或者是你把它制成甜品 然后我们都可以 有不同的用法 好 那我们先说芦荟胶好了 它会长这样嘛 这个胶质 这怎么会变这样呢 怎么弄出来的 其实有一个比较快速的方法 如果大家有买那个 果肉 果汁分离机 英文叫做Slow Juicer 对 英文叫Slow Juicer 那个慢磨机啊 对 慢磨机 慢磨机有一个 很神奇的一个功能 就是它可以用炸的东西 果肉分离 对 它会把你的那个胶质 会慢慢地就是 从那个果汁的那一端 慢慢地分离出来 对 然后剩下的那个果肉 也不要浪费 剩下的果肉 其实我们可以拿来 作为一个甜品 或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功效 对 那这个芦荟胶的用途则是 芦荟胶的用途很方便啊 就是我们一般上 在外面买的芦荟胶 就是用这种方法分离出来的 只不过我们的纯度是百分之百 是 然后当然保鲜度 也比外面没有防腐剂嘛 所以可能一周内 对 它只能在一周 我这里有一个小Tipsy 就是你可以去买一些天然的一些保存剂 那你的这个保存期限 可以到三个月左右 对 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有 有 你到有机商店 可以买到天然的一些保存剂 是 那老师我们看到外头 我们买回来这种芦荟胶胶 不是自制 都说可以放头皮什么的 那这个新鲜的也可以 新鲜的也可以 当然可以 它是帮助头皮 因为它控制它的那个皮脂腺 皮脂腺 同时它就有抗菌 杀菌的一个效果 所以对于头皮屑 它的效果是非常的好的 然后就是比如说烫伤啊 还是什么 我们都是可以直接 烫伤跟蚊虫咬伤 其实因为刚刚有 它有一些叫做卢蕙丁 还有一些多糖跟氨基酸 它可以修复烫伤的皮肤 还有美白的功效 对的 那刚刚我们所说的都是 就是可能外用 对的 老师说如果我们要服内的话 因为有些甜品我曾经吃过了 是的 是用卢蕙的 是的 老师来表达 好 甜品的话 我们又回到刚才的 已经切好的这个丁 对 好 这可以保留它的口感 对 今天要介绍的这道甜品 叫做卢蕙蜂蜜柠檬水 是 这个在我们居家 都是很容易可以准备到的 好 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个卢蕙 切块或者是切丁 OK 放在冰水里备用 好 然后我们放 就是把一般的那个温开水 是 温开水 对 谢谢 谢谢Desmond 谢谢 倒多久 倒半杯吗 对 倒半杯就可以了 对 然后完了以后呢 我们需要的就是把 蜂蜜跟新鲜的柠檬呢 依次就把它挤到 我们的那个杯子里面 是 对 这是新鲜的柠檬 OK 然后榨汁 对 为什么要柠檬 是因为它可以消除 这个卢蕙当中里边一些东西 还是因为柠檬 因为它有美白 对 其他矿物质 好 这边又是另外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小的一个姿势 是 因为我们知道 很多东西它必须有协同作用 好像是维他命D 会跟钙质共同吸收 是 对 维他命C呢 就跟胶原蛋白 还有这些保湿的氨基酸 会更容易吸收 所以有柠檬 就加大它的效果 对 然后再加上蜂蜜 蜂蜜里面的功能 我就不用多说了 每个人都知道 对 滋养 清热 修复美白都有 对 然后把它搅一搅就可以了 是吧 对 把它搅一搅 我们这里也是观众有一个问题 我们的尾号呢 其实5133 他要问的问题呢 就是如何分辨市面上 芦荟食品的这个真为呢 假或者是真的 OK 这个问题非常技术性 我只能说 也是看有关的这个产品商家 用什么机械 是的 制作的方式 然后它的那个有效成分 它采用多少% 刚才我们就讲的 因为这个我没有办法 很有效地回答 对 这个课题很广 但是就要找你信赖的品牌 也要看它是不是用这个 自然的芦荟 有一些又不是的 是 好 自家种的最好吧 好 自家种的 自家酿的这个蜂蜜芦荟汁 来 我们来尝一尝 这个蜂蜜 这个叫什么 蜂蜜柠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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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其实老师 这个芦荟本身是没有味道的 是吗 它一定要 它有一点清清淡淡的一个味道 很香 我本身很喜欢芦荟的味道 对 我也是 它有一点像这个什么 珍珠奶茶里头的一些果冻 对 那个本来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对 台湾本身 我们以前在发明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们是用鲜芦荟汇下去的 对 这个好喝 然后其实如果我们把它当成 每日的茶饮是可行的 是可以 可是要注意不要过量 凡事过油不及 好 所以你会发现到 如果你泻肚子 呕吐了 就是过量了 冲突了 好 今天非常感谢陆医师 谢谢 谢谢 那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就是吃了之后要动一动了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做瑜伽吧 稍见 好 谢谢 欢迎回来 坦白说 从农历新年到现在 虽然已经过了这么久 但脂肪好像都没有消除掉 所以今天我们要用瑜伽的方式解决它 对 那么今天我们立刻来邀请一下 我们Helen老师 欢迎Helen老师 谢谢Helen老师 你好 雷婷 你好 是 那么今天我们要做的 这个瑜伽的部分 比较着重在哪一点呢 今天我们是会帮助到 我们的新陈代谢 主要的是新陈代谢 所以比较简单一点点的 所以我会主要是 我直接示范给你们看 好吗 好 好 来 第一个是半夜市 我们的三角可以打开 我们吸气双手和一起 伸展 吐气的时候 转去右边 它主要是挤压在你的右边的 侧边的身体 好的 连你的桌边是伸展的感觉 就会感觉到挤压在那个设计 在这里 对 第二个让我们的腰线更美 对 刚才你说要瘦身 所以可以帮助到 因为我们一般上 尤其是我们就是坐在办公室的 这两块肉会特别大的 会变救生圈 伸展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 一边就会挤压 一边就会生长 是 这是第一个动作 明白 第二个动作 我们是做扭转椅子式 大家都会了 对不对 我们吸气 伸展我们的手 好像坐在一个椅子在后围 吐气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双手合一起 转去右边先 我们的左手 左手的腿 它顶在我们的右膝盖那边 对 身体要扭转 当你扭转的时候 对 你会感觉到挤压在你的肚子 对 这样它就会刺激到你的免力系统 是的 然后也是左右两边 对 左右两边 是 然后第三呢 第三个动作 我们就是做硬式 硬式 对 左脚踩在地板上 是 右脚提高 把我们的右脚盖过我们的左大腿 好 把我们的右脚 左脚放去后围 好 放去后围 然后把它打勾 对 打勾 打不到勾 你就可以放在地板上 都可以 主要是那个平衡 平衡 当你平衡了 你的手也是要平衡 就合一起 我的天啊 对 我手合不到 合不到就这样就好了 好 这样 因为你的胸肌 你的胸肌太大了 是吗 你会感觉到你的腋下在挤压 对 然后你会感觉到你的大腿内侧 也是在挤压 好 所以这个主要我们要挤压 我们的这个腋下 淋巴线 腋下和大腿内侧的淋巴线 主要是三个动作 可以 很好 我的手不可以 还可以一样的 一样就是挤压的 是的 好的 看起来好像很不错的一个运动 因为难有人可以做到挤压 我们的淋巴线的 对 好 事不宜迟 我们立刻就是跟老师来学习一下 好的 观众朋友们 你们也一起来做 一次可以一起做 好 来 第一个 第一个动作呢 双脚打开 是 稍微你的那个臀部跟宽度 好了 吸气把我们的双手合一起 把我们的手提高 吸气 伸展 吐气 转去右边 然后把你的眼睛看去上面 五 四 三 臀部长得天真 好 二 一 吐气 吸气 再回来中间 吐气 转去左边 所以其实是转腰而已 对 三半身转的了 对 五 看上面 四 三 二 一 吐气 回来 好了 第一个动作 会出汗 是 第二个就是双脚合一起 脚趾合一起 膝盖可以稍微打开 好 来 好了 吸气 伸展去我们的椅子 往后坐 同步 吐气 双手合一起 转去右边 左的那个肩膀导进外面 你要把你的肩膀推去你的膝盖 身体扭转 五 看起天花板可以的话 四 那个膝盖稍微收一点点 收一点 往后 对 三 二 原来是这样 一 吐气 回来 这样回来先 好了 我们在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 左边吸气 伸展 同步往后 好了吗 吐气 左边 膝盖合一起 把身体上半身扭转 手在身体的中间 五 四 三 二 一 吐气 回来 好了 慢慢站起来 第三个动作 硬式 还可以吗 可以 左脚站稳 右脚提高 把右脚盖过我们的左脚 不可以就中低 可以的话就把它放到后尾 可以了吗 好了 左手放中间 右手往下 感觉你的腋下 在挤压的感觉 提高 五 四 三 会跌 二 一 吐气 我已经接近镜头 放回来 还讲 我再吸一个 吸气 左脚 好 吐气盖过去 右手先 左手往下 对了 吸气 提高 五 感觉到腋下 四 臀部再往后一点点 对了 三 可以吗 二 一 吐气 好了 慢慢收回来 可以了 可以把手往高 都可以 你感觉就会拉扯的感觉 对 好了 真的需要老师 因为他会矫正我们做错的姿势 对 因为你在摇 当我踩你的脚板 你就会比较稳一点点 是 所以如果想要重温的话 也可以欢迎大家上到 去复习我们刚刚的这些动作 对了 如果你想重温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的话 你可以就是到我们星期一 打开NTV7 八点钟 你还会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 是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Helen老师 不客气 谢谢 那下个星期我们要跟大安聊的这个课题 跟家用有关 其实也跟父母态度有关 就是很多人在谈 到底小孩他就是毕业之后 踏入社会工作之后 该不该给家用呢 那到底该不该给呢 那么如果你有什么任何的意见 你可以发我们的简讯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的 我们的热信是018-370-0792 是 我们希望说到时候 现场的专家给大家一个满意的解答 那节目的最后 那我们也要带大家继续来做不同的运动 一起去看看 那个是下半身的运动是吗 对 Tabata Sani 今天我们要做这个Tabata的运动呢 其实是锻炼我们身体的一个部位 会比较注重上半身 第一个动作我们会有Planck 第二个我们会有Burby 第三个我们会有Planck 第四个我们会有Jack 第五个我们会有Planck 背部 然后Tabata的好处就是它可以燃烧脂肪很多 是吗 Tabata最好的部分就是当你做完运动的时候 是的 你休息时间还是在燃烧着 这个是主要的关键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就是每个动作15秒 然后休息5秒钟 一天里面30分钟是足够的 那么有时间的话可以把拉长变成半个小时去进行 那就是最理想了 今天的第一个动作是Planck walk 双手一键同关 身体一定要直 然后锁着你核心肌肉 第二个动作是Burby 确保双手一键同关 然后双脚要顺直 身体要保持平线 第三个动作是Planck rotation 它跟Planck是一样 但是身体一定要直 借用你的鞋技力量把手往上推 第四个动作是Jumping Jack 当你做Jumping Jack 同时锁紧你的核心肌肉 千万不要叠气 第五个动作是Superman with Back Squiz 确定你的双手双脚离地 双手往后拉 同时要感受到你背部的肌肉在拉着 5 4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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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 3 2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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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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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